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17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杜利特上饶救援行动计时篇展映开始 西雅图大学区中货公共卫生间 车企劳工投票投奔汽车工会 南方各州州长急忙出面阻拦 福特电池出问题 紧急召回超过45万辆休旅车和皮卡 中国认为出口商品多了 就是产能过剩的说法站不住脚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发起 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 以色列表示 有权自身做出决定 采取必要措施保卫自己 日本观光局说 今年3月份有308万外国游客 到日本观光旅游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关注万区新闻 本台消息 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江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主办的杜利特上饶救援行动 计时篇展映活动 4月16号在旧金山中国城 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庆祝中美建交45周年 即纪念杜利特上饶救援82周年 大家一致肯定二战期间中美联合作战 同时也肯定中美民间应该更多的交流互动合作 也肯定了在美华人对社区的贡献 杜利特上饶救援行动计时篇 从4月17号开始 在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应 欢迎大家关注并观看 本来记者天侠 4月17号冬万综合报道 据西雅图时报的消息 在西雅图繁忙的大学区生活工作 以及经过的人们会发现 终于可以使用轻轨附近的公共卫生间了 低收入住房研究所计划在东北45街和 罗斯福路东北部的一座新公寓大楼内 建造面向街道的公共卫生间 因为人口稠密的大学区是西雅图众多 缺乏安全便捷卫生间的社区之一 本来记者天侠 4月17号冬万综合报道 据冬万时报的消息 近日一家代表2000多家新闻出版商的组织 致函联邦机构 敦促展开对谷歌进行调查 因为其删除部分加州新闻媒体的链接 近日谷歌宣布 删除部分用户指向加州新闻网站的链接 以回应新法案加州新闻保护法 新法案将迫使谷歌元宇宙Meta 为其内容向新闻媒体付费 新闻媒体联盟表示 已致函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加州总检察长 要求调查谷歌限制加州人通过其搜索引擎 访问新闻网站是否构成违法 本来记者天侠 4月17号东湾总和报道 据彭博新闻的消息 近日硅谷开始流行一款名为 空中交谈AirChart的专属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是语音笔记和推特的结合体 但仅限受邀者加入 这是科技界炒作的最新应用程序 它们是用户发布的语音笔记的文字记录 你可以播放着来听 这些语音留言可以被发布或者转发 类似于推特 现在被称为X的工作方式 开发者表示AirChart的目标不一定是聚集粉丝 而是为了让人们找到他们想交谈的人 本来记者张苗 4月17号南湾综合报道 据CLC Spotlight消息 圣塔克拉拉县议会 4月16号周二以3比2的票数 通过了研究人造草皮 对圣县所有土地的影响的议案 圣县医学协会表示 人造草皮中的多种化学物质与癌症有关 材料散发的热量可能过大 对在球场上玩耍的人很危险 但禁令可能对正在进行的 与县土地乘租人的谈判产生影响 这些乘租人的土地上 已经铺设了人造草皮 或正计划在铺设人造草皮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本台消息 俄亥俄州共和党人 给拜登找了一点小麻烦 他们表示在今年11月的 总统大选的选票上 拜登和贺锦丽的名字 可能不会出现 因为按照俄亥俄州的法令规定 参选公职者必须在选前90天 得到正式确认 换言之 民主党必须在今年8月7号之前 正式确认总统和副总统的 推荐人选 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计划在8月19号 才能正式提名拜登和贺锦丽 除了俄亥俄州之外 阿拉巴马州和华盛顿州 也有类似的选举截止日的规定 据悉 民主党一直在于 俄亥俄州的州务卿 富兰克·拉罗斯 就这个问题进行疏通和磋商 本台消息 本周三 大众汽车在田纳西州的工厂的工人 组织了一次投票 决定是否投奔全美车企联合工会 UAW 投票结果将于本周五揭晓 而在投票之前 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 和其他五位南方州的州长 紧急和工人们沟通 试图阻拦他们投奔 全美车企联合工会的动作 州长告诉车企工人 如果他们执意这么做 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工作岗位 同时安抚工人们 南方各州的行政部门 一直在为工人带来高薪的就业机会 希望大家珍惜现状 去年全美车企联合工会 组织了三大车企工人的罢工 为车企工人争取到了更高的薪水 更好的福利 以及更好的退休计划 本台消息 本周三 美国国家公路安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消息 福特汽车公司正在紧急召回超过45万辆紧凑型休旅车和皮卡 原因是电池的电量在过低的时候会导致应急灯的闪耀功能消失 或导致驱动电源不工作 从而增加撞车和驾驶失控的风险 车型包括2021至2024年生产的福特紧凑型休旅车和2022年至2023年生产的福特 这两款车型要召回的总计有456,565辆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周三在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后表示 苹果将考虑在印尼建立一家制造工厂 苹果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应用程序开发者学院 在这次库克访问印尼之前 苹果宣布将在印尼巴厘岛开设第四家苹果开发者学院 苹果公司已经开始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国家 最近又转移到印度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小方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商务部及外管局17号发文表示 推动重点场所及重点商户 配备受理移动支付 境内外银行卡 现金等必须软硬件设施 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方式及工具 积极推动全国示范步行街 及示范智慧商圈重点商户 支付受理境内外银行卡 人行在网页上刊发的通知表示 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造重点场所的自动提款机 支持使用境内外银行卡提款 推动多种支付方式在商业领域推广应用 有效满足老年人 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的支付服务需求 通知又鼓励电商平台 充分考虑外籍来华人员消费需求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及清算机构加强合作 优化国际化服务 多支付选项等产品功能 提升网络购物支付体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石桥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继续以自身发展确定性 为全球贸易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也为各国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 他在广交会与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时指出 中国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 切实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希望境外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拓展在华业务 第135届广交会本周一开幕 2.86万家企业参加出口展 其中新参展企业超过4300家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苏社 实际要说 中国第一季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经济增速超出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 但经济稳定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 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对于近期有外国政要访华期间 提出关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发改委研究室主任金贤东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供需平衡是相对的 不平衡是普遍的 适度的产大于需 有利于市场竞争 他认为出口商品多了 就是产能过剩了的说法 站不住脚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3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 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 维持在15.3% 3月不包括在校生的 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 升至7.2% 按月升0.8个百分点 30到59岁的失业率 按月回落0.1个百分点 至4.1% 另外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微跌至5.2% 按月跌0.1个百分点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17号在北京与到访的 斯洛文尼亚副总理兼外长法勇会谈 王毅表示 中方反对以去风险为名 搞去中国化 中国和斯洛文尼亚 要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坚持相互开放 反对保护主义 拓展互利合作 希望四方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公正 非歧视待遇 也欢迎四方企业来华投资新业 深耕中国市场 中方将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实现互利共赢 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 中国商务部17号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权益 发言人说 美方申请书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 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 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 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有违经济常识 中美金融工作组17号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了第四次会议 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 和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共同主持 人行在网站公布 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金融监管合作 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 跨境支付和资料可持续金融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金融基础设施 以及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 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 香港保安局17号表示 自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截至上个月8号 共291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而被警务处拘捕 年龄在15至90岁之间 这些案件中超过170人及5家公司被检控 112人以被定罪判刑或正等候判刑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没有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案 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等3人 向高等法院申请终审法院上诉许可证明书 17号被驳回 法官李婉基认为本案没有重大而广泛的法律观点 申请人并无合理争辩 因此驳回相关申请 邹幸彤与两名前常委邓岳军许汉光 于2021年没有应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 被裁定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程 被判刑四个半月 三人早前上诉被驳回 之后提出上诉至终审法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7号与到访的英国外长卡梅伦 以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会谈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 内塔尼亚胡感谢两国为挫败伊朗袭击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 但表明在遭受伊朗袭击后 以色列有权自身做出决定采取必要措施保卫自己 贝尔伯克说已经向内塔尼亚胡表明 绝不能让中东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局面 所有人都必须谨慎和负责任的行事 卡梅伦较早时就向传媒表示 以色列显然已经决定对伊朗早前发起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做出回应 他希望以色列尽量避免局势升级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7日在耶路撒冷 与到访的英国外相卡梅伦及德国外长布埃尔伯克会谈 赫尔佐格说 全世界必须果断和坚决应对伊朗政权的威胁 批评德黑兰当局试图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 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17日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至少13人死亡 超过60人受伤 切尔尼哥夫代理市长说 市区繁忙地区当地早上90过后发生了三起爆炸 摧毁了一座多层的建筑物 也有其他设施受损 他批评俄罗斯继续从事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恐怖活动 目前救援人员继续在瓦利下搜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向基辅提供支持 他说 如果乌克兰获得足够的防空装备 世界各国有足够决心打击俄罗斯的恐怖活动 今天的袭击情况就不会发生 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七国集团外长将会在意大利卡布里岛举行的会议上 讨论对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支持 英国广播公司BBC17号报道 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俄罗斯军事人员总数已经超过5万人 BBC指出光是俄乌战争第二年期间就有27300名俄军阵亡 较第一年增加25%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德石桥表示 尽管全球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出现了问题 但他相信制裁仍是阻止北韩与其核子发展的有效工具 格林菲德14号抵达南韩 此行目的是继续向拥合的北韩施压 俄罗斯上个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动用否决权 让负责监督国际对北韩制裁的专家小组无法序认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17号透露 前领导人诺贝尔蒋得主昂山素季已从监狱改为居家软禁 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表示 由于天气非常炎热 我们努力保护所有需要必要预防措施的人 尤其是老年囚犯 以免他们中暑 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 推翻政府后 昂山素季遭拘禁之惊 现年78岁的昂山素季被控 叛国、贿赂和违反电信法等罪名 面临27年徒刑 但他均不认罪 昂山素季的儿子阿里斯 今年2月表示 昂山素季单独监禁 尽管健康状况不如从前 但状态良好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宣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将于19号上午 启动第五轮核污水排海 这也是新财政年度的首轮排海 预计排放约7800吨 持续到5月7号 东电早前宣布 未来一年将分7次排放核污水 共排放54600吨 17号 欧盟委员会要求社交网络TikTok 就其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的 奖励观看视频的新服务 所带来的成瘾风险 做出解释 4月11号 TikTok宣布在法国和西班牙 推出新服务TikTok Lite TikTok Lite有一项针对 18岁级以上用户的新功能奖励计划 允许用户通过完成 TikTok上的某些任务获得积分 比如观看视频、点赞、关注邀请者 关注创作者、邀请朋友加入TikTok等等 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奖励 如亚马逊的优惠券、备保礼品卡 或者TikTok币 可用于给创作者小费 日本政府观光局时交表示 推估今年3月 访日的外国游客共有308万1600人 超过了2019年7月的299万1100人 创调查以来单月新高纪录 据报道 访日外国客人数创单月新高的原因 除了跟樱花季、访日需求大增有关 日元持续走扁也带来一定影响 这是日本从1964年开始调查以来 单月访日外国客首度超过300万人 印尼北部最外围地区的 卢阳火山16号晚间喷发 火山口喷出岩浆和超过2公里高的柱状农盐 数以百计的当地民众被迫紧急撤离 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火山所在地卢阳岛已有800名居民 从两个村庄撤离至附近的塔古兰当岛 地质机构负责人说 火山初次喷发时 火山灰柱篡升至有2公里高 第二次喷发时更达到2.5公里高 今年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29.20点 跌幅0.58% 报收5022.21点 到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5.66点 跌幅0.12% 报收37753.3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1.88点 跌幅1.15% 报收15683.3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知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